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如同正言法师的禁诗语 二十四年来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 对的是做就对了 情甲惊 欧甲棒 甘願做 欢喜收 口说好话如口吐莲花 行善行孝 不能等 等等等这些充满智慧 鼓舞人心的话语 其实就是禁诗语 从1989年发行至今 已经有十三种语言的版本 超过四百多万册流通于全世界 你想知道禁诗语这本书 如何从无到有 一生无量吗 请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 1989年9月 慈基护砖开校典礼 与会来宾收到一份礼物 一本名为禁诗语的书 同年11月30号 由九哥文化出版的 正言法师靖思语新书上架 这是慈基第一本 对外出版的书籍 靖思语的编辑里面 是由当时中国时报 人间副刊主编高信江提议 慈基志工和国庆推动 并邀请当时刚离开报社的 洪素贞担任编才 孔子的时代那是文原文 上文时代是白话文 大家都听得懂 而且很容易做得 很容易实践的 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希望集结出 这样的一本书来 能够来配合 现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多元的时代 要更努力地让上人知乎 让这个社会知道 《敬思语书》中 还揭露了正言法师与会众的问答对话 让读者可以从中学习正言法师 如何以慈悲与智慧 来回应各式各样的人生难题 1998年11月 当时讲义杂志 针对42本具代表性的中国名著 所作的读者票选结果 正言法师敬思语 仅次于论语 名列第二 而1993年韩诗节目 韩笑书生主持人张大春 也邀请来宾讨论敬思语一书 在今天 正言法师已经穿穿台湾民间的宗教领袖 而这本书 若少了正言法师四个字 是否还能成为畅销书呢 正言法师敬思语 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书 而不是我们要争议的书 这本书的编者 高敬江先生 是坐在我的右边 我们现在请 主编这部书的高敬江先生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部书是如何诞生的 其实这部书早就诞生了 因为在 正言法师 这二十多年的 一些说法和开示里面 已经是不断地讲过 非常多的 很令人感动 或者是非常有智慧的 而且很实用的话 如果我们把二十年前的 那两本禁思语 就拿出来看的时候 你还是会发觉说 他的很多话 今天还是一样可以用 因为他是从人性 他是从人心出发的 只要有人就有这些事情 因为他也随着 我们世界各地的师兄师姐 不管是正在 还是联络点的成立 他们就带出去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精神的资量 所以这些话语呢 翻成各国的语言 变成大家都能够说 那我相信 不只是这样的二十年 再过二十年 再过二十年 我相信静思语 他仍然会适用 于这样的时代社会 我们台湾人听说 吃粿子拜仇头 喝水书官头 吃米饭就要逛地头 一切都要饮水师缘 而说到静思语 最要感恩的一群人当中 来了三位 就是我们今天的座上嘉宾 我们的何国庆师兄 还有我们的郭淑源师姐 你好 感恩两位 多年在加拿大生根 已经二十 超过二十年了 今天让我们话说从头 那更要感恩带领你们进入 慈祭大门的 我们的乔秋平师姐 你们的资深委员 你好 感恩 三位 我们就从头来说起 当时静思语要变成书啊 当然需要有动机啊 何时兄当时怎么会想要 出版一本 《慈祭互专开学典礼》的贺礼呢 对因为当时上人 我那时候上人要我担任这个 副专开销的典礼的这个召集人 那我们那时候也是想说 上人也说希望有一个 跟大家一个礼品 那我们就想说什么样的礼物最好 就是上人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礼物 所以在当时音缘很好 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实际融洞联谊会 那一次高吉江来参加了 他很受感动 所以第二天就带他见上人 那就上人就亲自跟他讲 然后就邀请他 所以就邀请他来参加这个书的编辑的工作 他也为了这个工作 辞掉忠实玩报的社长 对那就是来参与 那这个当时想要做禁私欲 主要就是说因为 我们听到很多 我那时候听到很多师姐 都讲上人话对他的影响 我就觉得 把上人的智慧的话 集结起来给 这个我们的社会大宗 是最好的一个礼物 所以就开始就有这个动机 就请配合我们这次的开销典礼 来做一个简缘品 短短的半年 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邀请就是高吉江 我们邀请这个师姐集结起来 那每个人讲一句 他最受用的一句话 那第一次呢 我们是在这个 在我家 在我家 嗨呀 所以您今天不来 很多事情无法还原了 我还记得那一次呢 我们听到这个 就是这个高新疆高先呢 要来为我们把上人的话 把它编辑成册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那一开始呢 那我们就邀约了几位师姐 就是每个人都谈 就上人这个对他 这个影响最大的一句话 那后来呢 讲讲讲大家 就及时广义说 那只有我们这几位是不够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发动说 那这样子 让每一位的委员 回去呢 那个时候只有到 委员到十四组 回去一组通常 大概在二十来位 二十来位 所以十四组 应该是两三百位 对对对 一个人最多只能详五句 也不能多哦 对不能多 最有意义最深刻的 对对对五句 然后呢 一句到五句 大家及时广义 对 及时测这样 所以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因为呢 本来呢 大家是想到哪里 讲到哪里 但是呢 他这本书出来 他等于编排得非常的清楚 分类分得很清楚 是 所以他从大家口中吐出来的一句话 到把它变成文字 甚至已经编辑成 很多不同的面向 都需要很多的 对 智慧编排哦 高师兄 他的编辑功力真的是很高 当然最重要还是说 那个靖元世界 他把它编辑出来 是 因为他是在四月份 那时候高清江邀了 中国中央日报的 这个副刊主编 带来靖元世界 还有另外一个一起来采访 采访完之后 他就很感动 那上任也给靖元世界写信 所以他就来了 来就把这些话集结出来 那我在看到高清江 他把当时印出来的字 他一条一条捡起来 然后铺在办公室的地上 整个 然后他就这样子 把相同的话集结 集结 所以我这才看到说 这个编辑的功夫 是很认真的 他一条每一句话 他都在想 他要再摆在什么位置 纯手工 对 那个让人家非常感动的是 他跟他的夫人 就是科研新事件 是 他就他们两个 真的是不眠不休的 因为他们的工作室 所以他们要什么时段都可以 所以他们真的就看到他们蹲着在那边 整理这些 这些就是纸稿这样子 所以那个当下是真的非常感动 但是在刚刚两位讲的前段呢 那我觉得就是要分享一段 就是说 他本来是没有进来的 那是因为我先进来嘛 但是他有一个特长 他就非常喜欢看文字 那当我到金社去以后 他看到那个我们金社的文宣 他觉得有点弱 当然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注印嘛 那他觉得说 上人这么多好话 那为什么没有把它集结成澈 其实就是那个念头 我当时这一念心 就是其实是站在金社 那时候还是 中庭那里是那个铁皮的 还有一些书架铁皮的那个 铁架 铁架 放了很多 这些书结缘品这样子 我就在那里看 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 可惜啦 可惜上人这么好的话 假如只是说没有经过编辑 只是录影演讲稿 这样子我觉得他的影响 就是说可惜 而且都结缘了 原来不会珍惜 那我觉得应该上人这么好的这个话 应该要来出版 所以就在想 在那里想 所以进士与出版其实是为了将来要上市 要经过市场 出版市出版 给出版社来出的不是结缘品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本的这个 到市场对外的公开发行的一个书 所以你的蓝图里面早就想到这些书以后是要放在书店里面 跟大家来请购的 是是以这个就是市场的角度不是只是给我们信徒看的 这个商人的话 智慧应该要让社会大众知道 而且我相信也可以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对 不过到底能不能够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我们等一下再说 要先让大家看看 进士与出版之后 您知道吗 影响了多少人 可能一句话 改变了他一生 我们来看看 把一张张的进士好话 贴在六十多辆自家公司车上 会这么做 是因为志工蔡玉春 体会进士好话 无比的力量 因为她曾经受贿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会有坏的念头 但是人生总是要跨过那一步 走过来就是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最圆满的时候 进士给我帮助很多 因为人生就是说 她懂得怎么原谅别人 那就等于是在善待自己 离婚那几年 蔡玉春经济状况不好 独立抚养两个女儿 生活压力 精神折磨都很大 是慈祭让她重生 后来创业食品公司有成 全新回馈 慈祭办活动提供茶水服务 也时常为了慈祭市 放下公司业务 她去瞒王实际的事情回来之后 又会问我 你工作的事情办得如何 我们都很尽心的把它完成 因为她去为这个实际付出的时候 我们要更用心的在工作上 她真的很花心 因为如果她说 都没有话不说 她就是 如果她说 我这次要办活动 你提供什么 她就都没有条件都提供得够 岁末祝福活动 蔡玉春上台表演话剧 平时巨凡访饰 助念 样样工作都不推辞 一心一念想要回馈的她 陆续为家人圆满了六个溶洞 父母给我们的恩 我们要报 那难得我刚好有这个机会 那赶快帮父母出去溶洞 那孩子的话是因为 我觉得物质上给她 打不如祝福满满给她 走过幽岸的人生路 担心妈妈蔡玉春创业有成 在此届事件里 行善造福 所以一句话的力量 是无远佛界的 我想三位当时应该也没想到 不过上面我们讲到 你已经早就画下蓝图 这本书是要上市的 是要贩卖的 对 你以前卖过书吗 没有 不过买过书 买过书好 那你救一个消费者 你当时给自己的这个愿望 订了有没有一个什么数字 什么之类的 他很好玩的是说 所以让那个酒歌的老板 笑到不行了 怎么说呢 他说他跟他讲 因为酒歌这种出版界 应该是新疆比较熟悉 所以他就介绍了酒歌 那有一天 他们三个就到 找到一个咖啡厅 就去谈这本书 怎么出版 结果他就告诉 那个酒歌的老板 他说 我想这本书 应该会畅销 至少要50万本 你家师兄啊 对 你说他很搞笑 结果 结果那个老板 笑得好大声 他说 何先生啊 2万本就是畅销书 后来 就是因为我们家 就住在那个 金食堂的那个巷子里面 所以每一次出来 我们都会看一下 看到市场状况 对对对 真的那个时候 当时都有一个板子在外面 对对对对 我们真的 其实都是第一名 连续三年都是第一名 那更好玩的是 那一年 我们就把板税呢 就拿回去给商人 我们在税末的时候 商人给我们红包 你在商人开心到什么程度 商人说 我告诉你们哦 这个是我自己的板税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 我自己的钱发给你们 那一次我们一个月 我们都在 六十块 六十块 红包耶 您当时领到这个红包 当下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就觉得说 有做一件事情 让商人也觉得高兴的事情 那当然也觉得说 社会大众 是能够了解到商人 对为这个社会的付出 然后又喜欢从商人受益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商人说 用什么供养他呢 用何供养 那是一群人 核心 核气 户外协力 共同凝聚出来的 不仅如此 真的当时何师兄 其实对于慈悸 还没有人文字业 那时候叫文化字业 慈善医疗 教育人文 在人文字业这个领域 他其实也下了蛮多苦心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们的那个布施的心啊 就是你也知道 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建院嘛 是 花莲慈悸医院 那他们只要一听到的时候 你要想二十几年前 快三十年前 那时候呢 我知道他们一开始 一捐就是一百万 就是一个龙东 如果讲说布施对他来讲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那个时候呢 刚开始要接近他们呢 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啊 我去收散款的时候呢 慈喻很疲 他都躲起来 每次就是他妈妈给我 就是和 就是这个 这个郭妈妈 他就准备好 后来呢 我就要想 那怎么样要接近他们呢 后来就跟陈美艺师姐 跟陈美艺师姐 沟通好 就说 这样 这个我们这个师兄很发心 来帮我们访问一下 访问总需要时间吧 访问就有时间 对 因为时间面谈 就可以接触啦 那他给我印象很深就是 我记得有一次呢 我们去这个拜见 并顺导师 并顺导师 对 师公 是 那师公就只有对这个 何师兄啊 特别对他 就是特别对他开示 而且跟他谈的呢 我们在旁边听 隐隐约约听到的就是 好像跟他谈到 这个文化 文化的这个立国的重要性 我的印象里面好像是这样 那时候我就在想 嗯 何师兄将来 在这个区块 应该呢 会是他比较要走的方向 是是是 所以善人的祝福 你看 不管未来您在事业上 或是职业之业 职业之业上 真的是一路亨通啊 因为你发心 你愿意 那我想反过来问你就是 善人的什么 感动了你 不仅不失您的金钱 你还愿意帮善人承担 那么多的 慈祭职业 什么事情感动了你 对就是 我其实 真正的了解慈祭 是在就是第一次的 那个荣董会 听善人讲 他的这个过程 然后 然后再听世界 在分析 其他的世界 分享他们的那个感动 所以那一次让我很感动 然后之后每一次 上人来台北都去听 然后就很感动 然后就觉得说 哇 上人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都不晓得 二十多年了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要上人的方向 是我认证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觉得说 一定要怎么样来让上人 让社会看到 因为我是用我自己感动 我相信别人跟我一样 也会感动 所以怎么样让别人知道 所以那一次的这个 那刚好也是这个医院 碰到高靖江先生 那也是因为上人 高靖江先生感动 所以进来来直接帮忙 做这个 靖世瑜 靖世瑜 还有不止靖世瑜 其实这里面 你看都有 我们就有很多访问稿 后面的 这林清玄 他的访问登在5月份 再登到联合报复刊 还有这个自由时报 彭书记 现在都是作家 他的文章也是登到5月份 然后靖元是4月份来 中央日报 所以在靖世瑜发行之前 那几个月 全台湾的报纸 全部都是整版 或是两版 两个整版来介绍上来 所以1989年 算是古罗大众 认识慈记的元年 对 就是高靖江说 对 你可以这么讲 高靖江说 是台湾发现慈记 台湾发现慈记 就是那一年 因为连天下杂志 也在花莲 住了一个晚上 在我们金社住一个晚上 那报纸全版 就他的杂志 也上了为一个主题 时报周刊 也是用上来就封面 所以那时候 全台湾的媒体 还有报纸 全部那时候报纸 没有那么多 没那么多家 对 所以那复刊是大家都看了 全部都登了 所以那一年真的是 所以谁竟是一出来 为什么那么轰动 哎呀 因为全台湾社会在那一年 发行之前 已经都看到慈记了 而且那一年我们很忙忙什么 都一直要带这些媒体的人 包括记者就一直 就是我们要给他们买车票 然后就送到花莲去 陪着去 然后呢 事后我们都还要做什么事情 譬如 他听到商人开事 还是哪个师姐跟他分享 他发现这句话他不同意 就是以他外局外的人 这句话 譬如说 要爱他所爱的人 那有的是女士 怎么可能 那如果先生外遇 我怎么去爱他 类似这样的 我们都还要花时间帮他做解释 陪一半这样子 所以那天我们很忙 就是都在忙这件事情 不过忙得有意义 忙得有价值 忙得还天洗地 对 就是说那一年 就是飞了很多趟 包括靖思雨 后面后半段是写 那个打课问 就是陪了高新江 跟他夫人在花莲 住了两个晚上三天 他跟上人对谈 那我们就在旁边陪 所以那种很精彩的 那包括这个设计 请李南设计 我们也是去李南工作 是啊 他设计这种 这种方式的设计 底下有字啊 还有这个插画 也是用了很多 当时有名的插画家 人家说老人没说过了 少年就不知道要报了 我们先请思杰来 哪一句靖思雨 你要跟大家勉力祝福的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 怎么样让自己快乐 就是原谅别人 就是善待自己 然后真的大家用上 如果有困扰的人 用上这一句 真的都是保平安的 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来 秋明师姐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 怨要大 志要尖 气要揉 心要细 发好怨 怨怨就能够圆满 但是要君子发恒怨 小人长八愿 小人长八愿 好 何师兄 好 我最喜欢就是 人不可以小看自己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你看到那么多的慈激人 在各地做了那么多事情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大菩萨 对 慈激世界是这么多人 共同成就的 共同成就的 所以我觉得 最喜欢这句话 所以踏出了一步之后 慈激的世界 更被大家看到了 你看1966年 佛教克难慈激功德会 在花莲创立了 但是到了1989年 经过了23年 才让普罗大众了解 原来在我们包导台湾 有这么美善的团体 要感恩 包含何师兄 慈于师姐 还有乔师姐 大家合心合气 父外协力 也希望未来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来了解 过去我们不知道的 值得记录的持继历史 好不好 好 那先感恩三位 也祝大家 心中有敬思 常常说大爱 感恩 感恩